哈喽大家好我是刀刀我是东南 今天我们看的这栋房子呢 又是师哥选了一套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的 最重要的是有rocky mountain的view对不对 对它不但价钱便宜 然后房子年龄也ok 然后它还有很好的景观 天呐我刚偷偷进去看了一眼 有一个超大落地窗 面前就是这个绿绿的农场加上山景啊太震惊了 而且下面就是coop 购物也很方便 刚刚来我看了 可能开车的话应该是一分钟左右 甚至不到一分钟几十秒 就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咱们说plaza是吧 是吧 购物中心 对购物广场 对 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电影院 但是东南说的什么的就是 便利店啊 然后超市啊 加油站啊 这些餐厅啊什么都有 一应就选 也有卖酒的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行那我们去看看房子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 喜欢卡尔加里买房呀生活类似的内容 别忘了订阅我们 并且呢点击下方小铃铛 中间这道购物 入 Au Cafe 来大家看房了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 呦热热热热热 今天我家比较热不好意思 我家没有空调啊 它消个毒 燒个毒对大家消个毒 胃益间身赁还没过去 重丽健康啊 一进来是这个小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冥想的 是吧 这个啊 这个其实你可以办公啊 或者是放一个小壁橱 坐这儿一个bench 换鞋子啊 挂个衣服啊 都可以的 你自己可以随便 看你自己想干嘛 是吧 对对对 干啥利用 嗯 往里来 道道 这是什么呀 这是洗衣服的 哦 laundry room 洗衣服就是 风干都在这 嗯嗯嗯 完了一进来 你看 这又有一个 锅炉房 哦 这就是锅炉房 锅炉房 因为没有电压室嘛 锅炉房咱就不开了 没有电压室 咱们就这个就锅炉房 这个是 不用说了吧 对 图柜 pantry 放一些 还蛮大的一个pantry 对 放一些 closet 进门啊 都没有管 啊 closet 进来这里头看看 这是一个卧室吗 这个也是一个closet 放衣服的 哦 这是一个卧室啊 这是个小卧室 好大的一个卧室啊 哦 风景超好 也能看到山这边 是吗 热浪比较大 可能有点白啊 如果没有这么热的时候 可能是能看见更清晰 对 我还是能看到影子哈 嗯 这已经热到了 哦 我想问一下 这房子有空调吗 这种 这房咱家没空调啊 刀刀呀 咱家 这也不怪你 开着家里也没这么热火 今年这个特殊情况实在太热了 刀刀装的花呢 容易吗 给大家拍个片 他这个就是以前自己订的一些 放一些鞋呀什么的 刷的颜色还挺好看的 我挺喜欢这房子颜色的 对 卫生间 卫生间 这是卫生间 这是卫生间啊 开上的卫生间 哎 你比如说这个二十多万的房 他这个卫生间这个台面用的还不错 是 纯石头的 嗯嗯 不过这个就有点小了 这个卫生间 你看咱俩一进来就有点拥挤 转不开脚 但是他带着有这个泡澡的还有淋浴 所以我觉得够用了 这一层就这样 一层就这样了 所以他主要的空间在二楼应该 走吧 咱去二楼看 希望二楼能凉快点好不好 这个没开窗户 今天咱看这个是一个townhouse 然后真是townhouse 哎呦 天呐 外边你猜上面怎么跌 更热了 哈哈哈 但是风景超好 我觉得这会儿得50度屋里边 热到跟烤箱一样 哇 能给他看一眼吗 哇外面果然更热 比屋里还要热 这个太阳晒 你看那边就是特好的山顶 在阳堂上一览无余 哇 真的是 然后面前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遮挡物的 哇 烫脚 哇 烫脚 烫脚 快 烫脚 东南所在的这个位置 咱们这面前的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客厅 小客厅 这里边我想说一个tips 大家如果搬来卡尔加里的话 可以考虑三四千加比 加个空调 中央空调 其实价格并不高 在这种天气的时候 就不会说热到眼都睁不开了 东南眼都睁不开 一直往眼里边流汗 然后我们这个客厅区域旁边 其实就是它的小厨房区域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巧妙 这个小台子 其实你放两三八椅子 就可以直接在这吃饭了 八台椅 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吃饭空间不合适的话 这边可以做一个小餐桌 那它的padio其实很长的 夏季可以考虑直接搞一个这个雨伞 这样的伞在padio上面吃饭 对 我太喜欢这房子的vill了 25万买一个山景房 相当不错了 这比起downtown的这种一室一厅的公寓 这个房子可塑的空间太多了 加上粮食粮厅 真是 厨房的话就稍微老旧一些 把这个厨子一换 这个一换就不老旧了 这个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是吗 两块 哈哈哈 我把你装进去 不要我站这拍会儿节目 哈哈哈 你说今天有热到什么程度吗 他要往冰箱里挣 站在这拍凉快点 然后你看他所有的这个 嗯 做饭的 做饭的这些stove呀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 应该是升级过的 是 其实这个橱柜什么很像是 就是 Cambord还有那个半幅那边 一些往外出租的 啊 那些度假屋 里面的比较老的一个设计 哈 而且现在不实行这个 现在都是到顶的这种出味 你看上面有一堆没有用 但是说实话多难 嗯 两屎 两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大陆地窗 山景房 嗯 你随后自己再花点钱改造一下 也还是值得 啊 真的是 我觉得是还是很棒的 嗯 然后你看洗碗机也有 嗯 就该有的都有嘛 对不对 烤箱洗碗机都有 别的我不知道 反正空调一定要加一个 就空 对 我问了师哥说三件多就可以加个空调 啊 我怎么没想到拍做个房产频道 有一天会这么吃苦 哈哈哈 这就是个普通的洗手间 是吧 对 这个 这个其实你看楼上楼下的他的这个卧室和洗手间还挺好的 全部都是痊愈 啊 对 如果说你想出租出租 你说我一个学生我买二十多万买一房子 一个月其实挺便宜的哈 付出首付一个月几百块 嗯 为了更省钱呢 我一层出租一层自己住 大家各有各的隐私 对对对 是不是挺好的 确实是 最重要的是呢 这边离Saton站呢 走路也就十分钟左右的 哦 所以如果你是在卡大读书 在Sate读书 你自己在这边买房子住的话 都不用开车 那太好了 对啊 做Satron就可以上学 这还有一个卧室 对对 这是二楼的卧室 啊 这个柜 橱柜大呀 就可以进来走一圈 哈哈哈 这里也就不算什么主卧 次卧了吧 是吧 我觉得上下都可以算是主卧 楼上的卧室 直接是对着山顶的 哦 所以偷入卧室虽然小点 但我还是很喜欢二楼的 在这种房子里 我都不想睡觉 天天看这个山顶 这是跟画一样 真的 咱们出去给观众总结一下 透透气 找个凉快的地方 哈哈哈 走 这个房子 你觉得怎么样 优点还是挺明显的 先不说优点 先说缺点吧 缺点就是太热了 好像是 它是一个 能用便宜的钱解决的 都不算缺点 是啊 两三千块钱 朝西南 所以说就有点闷热下午 嗯 嗯 其他的就是只有一个车库吧 对吧 它有一个车库 但是它strip parking 还是挺方便的 对对对 visit parking 楼下有很多一排 也是 嗯 这就是我能想到 仅有的两个小缺点 对对对 其他的好像 就这个价钱来说 都是优点了 你说说优点 我觉得这房子优点 优点挺明显的 作为一个粮食 两厅的呀 它两个房间都是权位 带泡澡的 像杜南说 泡澡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不用 但是你得有 但是不能没用 对 然后它基本上 就相当于是 分门出入的感觉了 因为楼上楼下 说实话 被一个大大的楼梯隔着 如果你出租的话 两个人都有隐私感 对对对 其次就像我说的 你睁开眼看到的就是山景 哦 这看到就是山景 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住在市中心 被这个大楼隔着 跟我一睁开眼 在那个枕楼上边 就好像在一个summer house 这种度假屋一样 那种心情你就不一样 对不对 绝对是 它的厨房 包括它厨房 吃饭的那个 content 你记得吗 都是正对着山的 对对对 你东南觉得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其他的 我想补充的一点 就是大家别忘了 这个虽然是在西北区 但是它是一个学区房 哦 它也有很多比较优秀的 这个小学和初中在那边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所以说20多万 几乎是咱们华人能想到的 优点都具备了 大家都怎么想的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房子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们不喜欢哪块是缺点呢 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 这期就先这样 太热了 我们回家了 咱们下周见 下周见 对 别忘了 如果喜欢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 右下方的小铃铛 分享 订阅加点赞 对对 下周见 拜拜